另一方面 台北地方法院今天针对二次经改弊案 首度召开审理庭 一口气传唤了多达21名被告 其中也包括了陈水扁 吴淑珍 以及陈志忠夫妇 全家到齐接受训问 至于扁家人在海外的拒款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汇回台湾 陈志忠的律师指出 瑞士美林银行已经把解除信托的文件 寄给了陈志忠夫妻 汇款进度有明显的进展 不发一语 陈志忠夫妇快步进入法院 陈欣云和吴淑珍也前来开庭 二次经改弊案 周一首度召开实职审理庭 不止扁家人权到齐 包括前元大总经理马维健 前赵峰京董事长郑深植等人 全部加起来共20名的被告 都遭到北院传唤 而很久没有公开露面的前资证彭明敏 也首度以证人身份前来接受讯问 做证人 来家做警察感觉是如何 没有什么 做这个没有什么 从事实讲起来以外没有什么 特征组去年12月起诉二次经改弊案 检方认为陈水扁 吴淑珍在元大病复华金 以及国泰病释华等案中 向元大和国泰收取2.1和4亿元 已经构成贪污 案情牵涉的层面广大 至于备受瞩目 贬加海外汇款回台的进度 陈志忠的委任律师表示 目前已经有明显的进展 在两个礼拜前 瑞士的美林银行 曾经有一个 既一个解除信托合约的 这个同意书 要陈志忠以及防徽禁签署 那么我想这是 在汇款里面 大概一个法律的程序 程序的一部分 叶大会表示 瑞士的美林银行 汇款作业已经在加快进行 而这次经改弊案审理 未来还将陆续传唤24名证人 遇见6月28号 结束证人的结问 最快在7月9号前 生理终结 就参观郭俊林 特别的报道